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贺锦丽是在奥克兰出身的 当她2019年宣布要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时候 她就是选在记者所在的奥克兰市政厅来宣布的 少数族裔的成长背景 加上单亲妈妈的家庭 让贺锦丽对其他的少数族裔很有善 当我出现的时候 人们就觉得谁是这个人 卡玛丽一直是非常温暖的 并且想吓唬我 甚至是这件事 决定是很聪明的 然而观察家担心 贺锦丽叫强悍的性格和缺乏愿景 可能会被川普用来作为攻击之用 基本上是一个检察官的形态 同时呢这个跟这个在每一次的 voting的history的时候呢 他没有非常clear的这个pass 那这时候呢这个 川普阵营或者是Republic阵营 会给他描述成这个 比如说是Sanders啊 或者是极端左派的progressive 事实上根据民调网站538最新统计 川普和拜登目前的胜选几率 分别为28%和72% 与四年前川普和希拉蕊的几率相当 一切都那么似曾相识 不过孙小光认为 目前说胜利仍言之过早 将近四成美国选民是中间选民 随时可能翻转 而如何吸引这庞大的中间势力向自己扣拢 就看这最后两个半月的对决 怀孕新闻特派记者曾玉京 在矽谷的采访报道